iOS8千万别瞎更新 不然容易击不过 华强北现在都已经开始炸锅了 iPhone 12系列以上的一个机器 手机里但凡是有未知部件的 都可以跑成正品部件 你们都知道正品部件 卖的价格比未知部件的是要贵一点的 因为正品部件的话属于官方换的 很简单 你们只需要更新到18系统 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你所换的配件 它不能来自于ID机 如果是ID机的配件 就会原物组锁定 你的手机就会积不活了 以后你的手机是18系统的机器 手机更换配件 有一大部分的概率 是需要去苹果官方售后换 举个例子 一样的屏幕华强北换1000块钱 苹果官方售后换3000块钱 华强北换的大部分的配件 都是来自于哪ID机呀 你信不信在不久的将来 18系统8个也会被华强北的大神给你突破 希望见 在哪ID机会有一个人肯定的机会